岁末寒冬新北市教育局特别在一学国中内的西区学生辅导资商中心 办理暖暖过冬捐赠祭感恩活动 由全国首创新北市学校社工师食物银行 募集到了500床的暖被发送给需要的孩子 全国首创的新北市学校社工师食物银行 是设立在学校的食物银行 透过募集物资申请跟发放等方式 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跟孩子 新北市在105年12月 我们的学校社工师就特别成立了食物银行 这也是全国首创的 能够真正的了解一些弱势的家庭跟孩子的需求 然后给他们最实际的一个帮助 像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提供了他们很多的防疫物资 那在开学的时候 他们所开学需要的物品 我们也都做了一些捐赠 这次暖暖过冬活动 可以快速募集到500床的暖被 要特别感谢艺学国中家长会 荣誉会长 以及福德关怀协会 跟系纸二顺宫六房天上圣母等单位 这次我们总共捐赠了500床的棉被 那我们透过社工师到家 家访确实知道 我们新北市有500个需要棉被的家庭 我们才赠送 所以呢 应该可以让500个家庭 度过这个冷冷的寒冬 交易局也感谢社会各界 汇集爱心 将食用的物资捐助到食物银行 再由学校社工师 把这些用品 及时传递到需要的家庭 扶持有需要的孩子 记者沈重林瑾瑜泰山采访报导